張宇珊老師也了解 這名陸性網路專欄作家 昨天所發生身體不適的狀況 你的了解狀況是什麼 對 我認識這位小陸 這位作家我們都叫他小陸 大概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他長期以來也都非常關注 高端也就是國產疫苗的 相關的這個生產的狀況 跟研發的狀況 所以說在昨天注射之前 禮拜六 禮拜天的時候 他還在跟我分享 他們一家人都力挺高端疫苗 而且對國產疫苗是非常有信心的 那昨天注射完之後 我沒有時間跟他聯絡 但是和他臉書發文 我發現周遭的所有好友 都有給他按讚 大家也都互相詢問說 有沒有怎麼樣 但是在注射完之後 並沒有太大問題 跟多數人一樣 也沒有像注射完AZ之後 身體的反應是這麼明顯的 直到周遭的友人 今天還原了他昨天晚上的狀況 昨天晚上要注射完之後 大概已經過十二個小時 在大概晚上十二點的時候 他身體不適 他身體哪裡不適 他發現自己的心跳 基本上從正常的八十跟九十 大概很快的就下降到 只剩下六十到七十左右 其實這個時候 他應該叫有警覺 身體不舒服的 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應當是要跟醫生聯繫 或是趕緊去就醫 但一度他又告訴周遭的友人說 他現在的這個心跳 因為他有戴手錶 手錶就反應那個脈搏數次 結果又回到七十二 那時候他還開玩笑說 這就像股票一樣 應該沒有問題了 結果就是在這個不經意之間 他可能就睡著了 但醒過來的時候 已經沒有脈搏了 那緊急送醫 基本上就已經是往生了 聽到這樣的消息 我作為他好朋友 我個人非常非常難過 那剛才羅醫師所說的 我只做幾件事情的補充 第一個是從這個個案之中 我們比較了解 如果你有慢性病史的話 在施打各種疫苗之前 還是問一下 諮詢一下醫生的意見 第二個是遇到 同樣的個案的時候 從這個個案之中 我們得到的教訓是什麼 注射完疫苗 如果有稍微不適 而且是類似像心臟 基本上功能開始有萎縮 甚至心跳下降的時候 您應該趕緊緊急就醫 第三個這是科學的問題 也循著剛才 那個羅醫師所說的 到目前截至目前為止 就是台灣打了疫苗 疑似反應過敏 跟疑似嚴重不良事件 甚至死亡的個案 我為大家報告一下 AZ的目前疑似死亡的個案 累積到今天為止 共536例 百分比就佔施打人數 是600多萬 疑似死亡536例 所以百分比是0.0084左右 這是AZ 那莫德納的施打人數 大概360萬 疑似接種死亡是117例 百分比是0.0032 百分是0.0032 那如果還原來做計算的話 大概AZ是每打3萬到2萬 就有一個死亡疑似的通報 那莫德納是每打3萬左右 就會一次死亡的通報 高端線的數字相對較少 但是我們必須要持續觀察 簡單來講 專業的部分 醫療部分 我們交給專家跟法律 來做處理 最後一點我做補充的地方是 這是統計上很簡單的問題 叫多變量分析 我們看到Y 這是個結果 我們說Y是一個結果 剛才羅俊宣醫生說的因果關係 造成Y這個結果有很多的因素 譬如說最明顯的因素 當然是X1 打了疫苗造成有人死亡 當然因為這是直接因果關係 但是除了X1打疫苗因素之外 還有很多變數 X2譬如說他有病史 X3譬如說他的生活習慣 例如這位先生如果熬夜 因為我長期知道 他跟我一樣都是夜貓子 他大概每天晚上2點到3點來睡覺 是不是這幾天他的血壓偏高 或是說這幾天他特別疲倦 打完疫苗之後 會不會誘發他的病史 使他的身體出現不良反應 當然還有其他的體質 所以你不是只有從X1 這個因去解釋死亡這個果 我們還要看X2X3 甚至其他的變數 這是科學 那最我想說的地方是 我聽到一個消息 我個人覺得非常遺憾 國民黨主席蔣啟臣 今天就開始要呼籲說 CDC 陳時中暫停施打高端 那我們剛才累積出來的 為大家介紹的AZ的儀式 接種死亡536例 莫德納儀式接種死亡117例 所以那時候國民黨為什麼 沒有這樣的訴求 為什麼針對儀式死亡個案 雖然他們有不同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不要把這東西高度正式化或是敏感化 甚至無限上綱 之前之所以沒這麼做 雖然他們一定也在黑 那是因為那些叫AZ 那些叫莫德納 你今天把高端無限上綱 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因為它是國產疫苗 它叫高端 你用放大劑甚至用顯微劑 第二個作為這位作家朋友 跑去我這個朋友臉書上面 開始詛咒人家 說你活該 你成為高端的白老鼠的這些可汗粉 人死為大好不好 可不可以在這個時候 把所謂的個人意識形態跟恩怨 暫時放在一邊 讓專家學者來說話 讓事實還原真相 不要急得消費這個亡者 或者進行所謂的 接鋒插針的正式操作 是 那石邦老師 你昨天也打了高端了對不對 對 今天感覺怎麼樣 那昨天第一時間感受呢 對 昨天我去打的時候 我首先我覺得 其實我也經常驗血等等 我覺得我以為比驗血好像 受到身體受到的影響小得多 好像稍微痛一下被扎了一下下 然後馬上就過去了 所以說是蠻輕鬆的 然後我覺得那個施打的環境也很舒適 而且就是說醫生 護士還有一些 就是說門口還有什麼里長在那裡照額 照額 照額大家等等 我覺得這個而且隔離做得很好 那麼我昨天出來以後 當然很多媒體採訪我 所以說昨天我自己是記者 我要寫蔡英文總統施打的稿子 然後我要接受很多採訪 然後我就是昨天我比平常的時候的 工作要很多 多了好幾倍 但是說我都撐下來 就沒有任何的受任何影響 今天感覺很好 所以我認為就是高端打完以後 對我來說完全沒有感覺 會精力充沛的工作和學習 沒有任何問題的 那麼我剛才也講到 我很遺憾就是有一位 就是不幸過世的人 當然我覺得就是疫苗 就是很多人不管打不打疫苗 每天都有很多人不幸過世嘛 就因為打完疫苗 如果所有人打 不能因為打完疫苗 就是也會直接的因果關係 還沒有說明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不要製造恐慌 就是說很多的事情 我覺得碰到疫情 不管碰到什麼的時候 我們作為一個媒體 我作為我的媒體就是 不要把這些威嚴耸停 無限擴大 這樣都會給社會造成 非常非常不良的影響 因為這個本來要打疫苗的人 不敢去打疫苗等等 就會造成 如果萬一真的Digta進入台灣的話 可能造成更多更多的不幸 所以說我們當然一定要 這個司法鑑定這個病死因是什麼 這結果是最重要的 但是在結果出來之前 這製造恐慌我認為是非常不可決的